台湾宗教文化议政官将手 一举手一头足气势凛然 泰国国际旅展日前在曼谷登场 台湾观光局组团参加 以震撼的官将手镇头开场 令在场民众印象深刻 台湾馆也准备了道地的台湾小吃 例如花生卷冰淇淋以及奶茶 吸引餐展民众排着人龙等候品尝 驻泰代表同振员表示 这次旅展台湾馆力推2019年 在屏宗举行的台湾灯会 以及东港东龙宫的黄金排楼和海鲜美食 同振员同时指出 泰国来台观光市场夯 旅游产品多样化 但品质千字不齐 为了保障旅客食宿品质 观光局首度推出 优质旅游行程认证标章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标章 能够提升到台湾旅游的品质 同时观光局这边会提供 相关的宣传经费 让这样的标章跟旅程能够提升 让更多泰国的民众能够了解 这样会有更多民众 能够到台湾享受高阶优质的旅程 自2016年配合新南向政策 开放泰国旅客来台观光免签证后 旅客明显成长 2017年的旅客量 比2014年增长近三倍 已超过29万人资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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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